2024總統大選馬上要到了 那麼除了選總統之外呢 立委的不分區名單也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那現在呢就讓我們一起來看到的是 民眾黨他在21號的時候 拍板了立委的不分區名單 那現在呢就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到底有哪34位的立委名單 那第一位呢就是 前台北市的副市長黃珊珊 然後第二位呢也是 前立委黃國昌 那麼第三位呢則是我們的 代理孕母合法化的推動人 陳昭姿是另外呢還有另外 特別要值得注意到的是第五位 是台灣新住民黨的黨主席 麥玉珍都是呢 很常在這個媒體上面非常活躍的人物 是另外呢帶大家也特別看到的是 第十九位 第十九位呢則是前台北市政府 顧問以及發言人 陳志涵那他呢其實也蠻特別的 因為其實原本呢是要敲定 曼都集團董事長賴淑芬 但是呢他卻臨時退出了 改由 改由我剛剛講到的陳志涵 來做這個來換成陳志涵 是然後另外呢其實總共 除了剛剛講到的那四五位 特別幫大家點名的人之外呢 其實總共三十四位的部分區立委名單 都已經出爐囉 是那其實啊透過剛剛名單可以看到啊 這個黃國昌是名列第二 那黃國昌表示啊 他會接受民眾黨部分區立委的隊伍呢 最主要是要為台灣在國會 打造一個強而有力的監督部隊 這一次我會接受台灣民眾黨 不分區立委的隊伍 除了支持柯文哲主席 他所提出來 他要籌組一個跨越黨派 用人為財的聯合政府之外 也是在2024年台灣有史以來 第一次在單一選區兩票制通過以後 最有機會產生一個藍綠都不過半的國會 2016年的大選 當時的中國國民黨以及民主進步黨 所提出的國會改革方案當中 關鍵中的關鍵 就是要建立一個國會聽證調查制度 七年多過去了 這一屆的國會將落下尾聲了 但是人民殷切期盼的國會聽證調查制度 仍然毫無中意 我相信我跟其他所有台灣民眾黨 共同走進立法院的夥伴們 我們要持續的推動沒有完成的國會改革 讓國會真正能夠代表人民 反映民意監督行政部門的施政 而不是淪為執政團隊看著牌子舉手的護航大隊 而面對民眾黨的部分區立委名單 對此民進黨的發言人陳志豪 他則是批評柯文哲的部分區名單 一半是金主一半是柯友友 這種以黨主席為核心的禁衛軍部分區名單 只看到民眾黨成為柯文哲的一人政黨 張志豪批評更離譜的是名列第二的黃國昌 今年11月16日才入黨 竟然可以違反民眾黨的提名規定 就是若非本黨黨員應該於投稿截止日的2023年8月31日前 完成入黨程序並取得黨員資格 可見他連自己的黨綱都可以不算數 難怪柯主席和國民黨的協議 兵德也是剛好而已 而張志豪接著說 原來加入民眾黨一定要成為柯友友 甚至要受到柯主席的賞識成為愛將親信 才能繞過既有的提名規定 就像黃國昌 如果不是柯友友甚至老是忤逆柯主席的意志 恐怕將布上前中平會主委遭入罵的後塵 可見在柯文哲的心中 黃國昌一人就抵過民眾黨的五位立委 所以推翻委員會的決議 連自己的黨公告的規則 都可以不算數 真的是剛好而已 那剛剛在YTR大家投票的結果 已經出來了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是問大家說 藍白河今天有沒有結果 你認為呢 有44%的認為說 明天會各自登記參選 那有30%認為說 會是柯侯配 24%的人認為是侯科配 所以其實有4成認為說 藍白是不可能合的啦 真的 那因為其實答案呢 應該是明天就會馬上揭曉了 那其實有一個人呢 昨天已經先去領表囉 是誰呢 就是鴻海創辦人 郭台銘的副手搭檔賴佩霞 他昨天下午呢 就到中選會來進行領表 那賴佩霞表示呢 來領表就是把該做的程序都做好 也很謝謝大家的關心 也代替呢 郭台銘謝謝大家的關心 對於媒體追問 最後呢 是否還會跟郭台銘 在同一張選票上 賴佩霞則是微笑 沒有回應 謝謝大家 今天我就是來領表 然後把該做的程序就做好 謝謝大家的關心 這段時間大家辛苦了 那也在這裡代表郭台銘先生 謝謝大家的關心 謝謝 那預計什麼時候會再來登記 我們今天可能就不做 對我們今天就不開放提問 我們總之會做好 每一件該做的事情 然後做好每一個該做的努力 那賴佩霞姐 這樣心情怎麼樣 心情 對 今天天氣很好 那 那 心情 我覺得現在局勢很混沌 我們可能就 請他再回應 賴佩霞姐 最後還是會跟郭董 在同一張選票上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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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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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總統大選倒數51 TNR 媒導電子報 昨天公布了最新民調 現在帶大家來看 如果是四角度的情況的話 那目前暫時領先的是 民進黨的賴清德 擁有百分之三十點四的支持度 那第二名是國民黨的侯友宜 有百分之二十七點二的支持度 那第三名是民眾黨的柯文哲 百分之二十二點九的支持度 那目前呢 暫時墊底的呢 是這一個 鴻海集團創辦人 郭台銘 僅有百分之五點五的支持度 那這個是四角度的民調 我們先來看 如果是三角度的話 那這個態勢如何呢 領先第一名呢 還是民進黨的賴清德 擁有百分之三十一點八的支持度 那第二名呢 是侯友宜 百分之二十九點六支持度 第三名是柯文 有百分之二十七點一的支持度 那其實啊 不管是四角度或三角度 民調來看啊 其實現在賴清德 跟侯友宜的差距是越來越小了 對其實真的還蠻接近的 對那不曉得今天呢 到底藍白有沒有機會合 或是藍白鍋要怎麼合呢 就讓我們繼續一起來看下去了 那